如果视频上没有曲线字幕的话 请点击视频上的字幕按钮 我们来介绍一下1998年加拿大华铁楼大学收学竞赛试题7B 接着要解这一道方程轴 求这个方程轴的实色解 来看一下方法一 将方程1减方程2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将8和8x走合在一起 和xy和-y走合在一起 然后由这两项里头提取一个8 就得到这个表达4 这两项提取负2 就得到这个表达4 然后因为这两项都有因子1加x把它提取来 那么这个方程就变成了这两个因子的层级 所以我们就分别有8解 y等于0和1加x等于0 所以就得到y等于8 和这个x等于-1 然后将y等于8 大于方程1 大于这个方程 像y等于8 大于方程1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 原二次方程 它的解释这么多 再将x等于1 再将x等于-1 再将x等于-1 大于方程1 就可以得到y等于-9 因此这个方程的解释 就是这三轴解 这是方法1 再来看方法2 由方程2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表达4 像这个表达4 大于方程1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一元三次方程 我们通过观察知道 当这个x等于-1的时候 那么这个x的立方就是-1 这个-7x平方就是-7 -1加-7 就是-8 再加8等于0 也就是说 x等于1 x等于-1 就是这个一元三次方程的解 所以这个方程的左边 它就必然有x加1 这样一个因子 因为x-1 因为x等于-1 对吧 所以 那么这个既然有这个解 所以这个方程的左边 就必然有x加1 这样一个因子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方程的左边 就是这一项 进行因子分解 在这个多项式里头 我们添加一个x平方 就需要减掉一个x平方 就是-x平方 和这个-7x平方 一共就是-8x平方 然后这两项里头 就是x立方加x平方 这两项我们就提取一个x平方 就得到这个表达式 这两项提取8 就得到这个表达式 然后这个x平方-1 它又是等于x加1 乘以x-1 然后因为这 因为这一项和这一项里头 都有x加1 把这个x加1把它提取来 就得到这个表达式 因为这个是方程的左边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0的 就是 就是这个方程 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方程 所以我们就有 x加1等于0 和x平方-8x加8等于0 有x加1等于0 就知道 这个1软三次方程 这个1软三次方程 就有x等于-1这个解 有x平方-8加8等于0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1软三次方程的 这样两个解 就是x等于4加-2 然后把这个x等于-1 我们先把这些记号把它去掉 把x等于-1 大于这个表达式里头来 就可以得到 y等于-9 所以我们就有 所以我们就有 就知道这个方程轴 这个方程轴 这个方程轴 有这样一轴几 同样的 你将这个x等于4加-2 大于这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方程轴的 这样一轴几 就是我们把这个x等于4加-2 x等于4加-2 大于这个里头之后 我们就得到y等于8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方程轴的 这样一轴几 再把这个x等于4加-2 再把这个x等于4加-2 大于这个表达式 就可以得到 当x等于4加-2 这个2的时候 就知道y等于8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方程轴的 这样一轴几 所以就得到了这个方程轴的 这个三轴几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或关注按钮 也就是英文subscribe按钮 也欢迎转发或分享 点赞去评论 谢谢观看 再见